大家好 今天是纽约时间 2024年6月4号星期二 这里是纽约20号的 Alex 今天心情是比较压抑的 当然我先给大家回顾一下 昨天讲的铁头的事 这个铁头叫做董光明 据说已经顺利的从日本逃回了中国 我跟进一下 这个铁头在日本的靖国神社 进行涂鸦和撒尿的事情 已经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闹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情就是在6月1号的清晨 这个靖国神社的石柱子上 被人发现赫然出现了 用红色油漆写下的英文 Toro 的涂鸦 日本政府迅速展开了调查 而其实不用费吹灰之力 这个涂鸦者自曝家门 自己跳出来了 它正是广为人知的中国打假网红 铁头 这个铁头在视频中 还自曝了自己的行为 他趁着夜色 不仅喷了这个涂鸦 还站在那撒尿 幻想着这个靖国神社 成为了一个神策 于是马上 于是马上 这个铁头不仅成为了 日本警方的抓捕对象 还招来了一众气愤不已的 日本网友 在日本人的眼睛里 这个靖国神社是很神圣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有大多数的日本国民的先祖 工人在这里进行上厕所 无异于在日本人头上拉屎 认为受到了侮辱的日本人 各个是义愤填膺 这种情况就跟日本人 现在跑去故宫 在故宫撒尿、涂鸦一样 认为受到侮辱的 日本的高须美容院的院长 叫做高须客迷 他对这个铁头发起了人肉悬赏 起初就从500万日元 后面逐渐加到1000万日元 很多日本的网友 也就义务的纷纷加入了赏金猎人的行列 似乎这个铁头好像是一旦回到了中国 就意味着追究无望 无数宣泄的日本人 现在开始调转矛头 开始质疑日本电视台 原因就是日本电视台放出了一段采访 他采访这个已经跑回了中国的铁头 本人的视频 在视频中 这个铁头面对着日本记者的采访 他说就是我写下了 错了 在中文里 这意味着厕所 所以在涂鸦前 我先做了该在厕所里做的事 自从知道日本政府允许排放核污染水以后 我的愤怒就难以平息 当被日本记者当面指出 这个行为是有违法的性质 他就说 这是对东京的电力福岛第一核污染站 排放核污染水的抗议 此外 日本记者还建议说 铁头 你应当去现在向警方自首 可是他直接回应道说 我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违法的事 并拒绝自首 就是这样一段的日文的新闻报道 引发了日本人的质疑 因为有人说 靖国神社的小遍涂鸦事件的犯人 中国人铁头本名董光明 被发现在上海接受了日本电视台的采访 而采访者就是日本电视台上海分社的首席记者 渡边容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警示厅发布消息当天 日本电视台的采访就已经完成了 此外还有人称 日本电视台就是铁头的同伙 目前日本人正全方面的对铁头展开人肉大搜索 当然不仅日本人在网上贴出了铁头 在中国国内的种种的违法行为 同时还对他的行踪进行了调查 还当然有些视频揭示出 一个全身武的严严实实的男性 从机场出口走了出来 而且当时还有不少人拿着手机追拍 而这个男子长得像铁头 只不过他浑身都蒙起来了 严严实实 这个男子一路走到门口 还回身挥手失忆 还传出了一众女孩子的惊叫声 甚至还有人说叮嘱男子要注意身体 这段视频一度引发了日本人的声讨 不仅质疑 太没用了 日本警示厅、日本警方和入管局 让铁头逃回国 纯粹是办事不力 也对铁头回国在上海机场被当作英雄一样的欢迎 感到气愤不已 但是经查 实际上 这段铁头回国的视频就是个乌龙 因为视频中 全副武装的 遮得严严实实的男性根本就不是铁头 而是在韩国发展的中国艺人 徐明浩 所以我看日本现在就是应该向中国的外交部发出召会 如果日本人跑到中国的故宫去撒尿涂鸭 会不会中国的警方也会向日本发出通缉令和外交抗议呢? 另外一件事 我就跟进一下昨天的后续 在6月3日 一段两名旅友在浙江台州黄岩区石人侠 拉绳索穿越湍流的时候被吸水冲走的事件 得到的消息是 黄岩区应急管理局 在6月4日中午发布了关于 与头乡石人侠两名旅友意外落水溺亡的情况通报 确认两名失联的旅友 就在当天的10点中被搜救人员找到 经过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当时再回顾一下 这个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是一名戴着帽子背背包的女子 和一名红衣的男子 借助着两岸其他队友拉的绳索 穿过湍急的溪流 而这个女子不慎滑倒 而这个男子试图将她拉上来也不慎滑倒 很快水流就盖过他们的头顶 而两岸的队友试图用绳子将他们拉上来 最终就是因为水流湍急 导致救援被裹 两个人都被冲走了 石人峡是一个自然的峡谷 本身就有很多的瀑布 离已开发的布袋山景区不远 石人峡却不属于这个景区 石人峡离布袋山景区直线距离大概是两公里 但由于不是景区 所以就经常会有些旅友分不清楚 我认为生命是无偿的 还是请多加珍惜 而且这个铁头 我认为很可能 会被日本入管局永久的拒绝入境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转发分享 谢谢各位